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安装外星能量供应系统 我看在这边一个鞋躺着的一个椅子 我把那个引导过去 然后把电解贴在你的左侧额头上 然后我要撤一下下来的电线上有没有电 一侧是有电的 然后我还要撤一下有没有充电充电器 仪表上显示已经有电了 已经接通了 通了好了 然后这个粘好了 平时你多喝点水 多喝点水平时 因为那个粘了以后 有可能吃的东西就少了 因为吃的东西 饭的菜平时多有水 这方面就少了 另外我今天是粘了第20天 昨天就第19天的时候 实际上是第18天的晚上 和第19天的早上就是口渴喝了好多水 后来呢 昨天白天大概中午的时候呢 我感觉那个口渴的时候呢 就特别想吃那个冰箱里 丢在那边那个叫白那个叫豆腐卤啊 很多年了丢在那边 我感觉很想吃那个东西 但不是要吃这个东西 要喝里边咸的东西 我就用筷子碰了一颗就舔了一下 哎呀感觉味道太好了 我再舔了一下以后 我感觉到这很解渴 然后呢就没那么口渴了 再后来我隔了一阵阵 又感觉要那个喜欢那个东西 我就挑了一点点碎渣再吃一点 哎呀感觉特别好 感觉又不口渴了 后来我就干脆就因为是剩了一点点嘛 本来的话就按照瓶子的话就丢掉了这个东西啊 那个放在冰箱里面看到就放了好几点那个估计了 然后我就干脆用勺子咬了一颗塌的那个水啊 很咸的 不过这个一 到一喝以后啊 感觉就不那么口渴了 原来我这个十九天当中没有吃过菜嘛 时间去年 然后缓然到我 所以呢后面呢你 如果说像我一样到后节就不吃饭了啊 如果不吃饭的情况除了补水之外还要补点盐啊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您觉得就是比如说喝点椰子水啊 或者是吃点水果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没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用费点滤化呢 我觉得比如说假离子啊 比如说什么那些那些东西 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 哎对对 这个我是到了第十九天反应过来 因为我是没吃过菜嘛 没有没过饭碗嘛 这种情况之下就没有专门吃过的盐 偶然吃点水果的话 水果的偶然一点点的话 我估计是盐不够 嗯对对 他确实需要一些这个 对对对 所以呢 昨天我 就后来就干脆睡之前 我在这个 那个那个老瓶子里没有多少的 能捞到的什么就捞到的 用勺子去喝了一点 像汤一样的就是那个豆腐楼啊 然后昨天反正基本上没口渴 所以我就这个这个我恍然到 我还要是缺炎了 嗯 这是我亲生经历啊 我的那个反正从 安脏之前三小时没没开始吃东西 因为外星人通知我要脏了嘛 没吃东西直到现在 中间就没没吃过饭 偶然吃点水果 水是喝的 但是喝到后来的越来越口渴越来口渴 然后呢昨天就发现了要补点盐 无意当中我到冰箱里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豆腐了就 以前我不会吃这些东西了 或者偶然就碰一下子 哎 昨天就感觉特别 特别好吃好喝 这只有一点点炸死了就啊 我今天去买一瓶满整的 感觉这个这个西藥补的盐 其他都没吃完 这我自己的体验 但每个人不一样 如果说安脏以后呢 你特别想吃的话 你就吃吃吃个饱 吃饱以后你后来撑上了 这隔了一段时间再吃不下了 就慢慢慢慢少了 这少数的人反而吃的多 其他部分呢就是 脏上去就开始吃了少了 因为能量够了嘛 有的人呢 我估计是以前没吃饱 补充了就好了 好 可能就是对 可能就是如果长期去喝水 它它食品颜色会降低 但是就是如果他想就是 正常比如说细胞之间 它有那个就是电的那个通讯 它还是需要一些载体 还是需要一些盐的浓度 还是要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 但是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水平 才能才能正常 对对对对 我就发现一个口渴 口渴 按照以前的话就是 人家以为吃盐的时候 会吃多了以后会也口渴 我这个是口渴 就是对比很明显的 昨天是一天经历了这个 我喝了几次就不口渴 喝了就不口渴 然后吃几个钥匙又开始口渴了 我再几个喝一点 然后又解渴 很解渴 原来是盐水解渴 原来是去盐 对这个昨天经历太明显了 对 嗯 是 是 嗯 好 那就这样啊 嗯 好 再见 我就已经